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去年春天的时候扦插了一颗龙骨 到了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才长出了两颗侧芽 朋友们看,两颗侧芽长得非常强壮 叶片非常多,非常茂密 像龙骨这种植物扦插的时候 建议最好在夏季 因为龙骨这种植物 只有在夏季它才会长侧芽 这种植物在养护期间 如果不修剪砍头 它很难长出侧芽 今年五月份枝条的顶端 剪掉以后才长出两颗侧芽 正常应该长三颗侧芽 可能是当时选择砍头 砍头的位置不合适 只长出了两颗侧芽 今天看了下 这两颗侧芽有涂长的现象 枝条非常纤细 叶片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次砍头 抑制它的涂长现象 龙骨植物在打顶的时候 和将军柱是一样的方式 砍头的时候 尽量在它的顶端去砍掉 不要把枝条剪得太多 只要把它顶端给剪掉就可以 龙骨砍头打顶时 伤口部位会冒出白色的液体 朋友们不要去触碰这种液体 容易让人出现过敏现象 可以用卫生纸擦拭 顶部剪掉后 枝条就不会向上生长 筋肝越长越粗 明年就会长出侧芽 盼头后放到向阳的地方 正常采光即可 我是花匠老赏 今天就分享这些 关注我让你养花更简单 谢谢大家